奥沙利文起司妙想 利用带脚做成了超级斯诺克 塞比都看呆了 塞比这杆简单红球没有打进 这样的话整个局面交给了火箭奥沙利文 现在火箭已经是9比8率先拿到比赛的冠军赛点 但是小比分落后46分 漂亮 中代太稳了 不会为中代老王子 塞比这杆失误非常的郁闷 毕竟火箭只要逆卷的话就能拿下冠军 但是这局火箭想要逆卷的话难度还是比较大 因为左侧的四个红球靠着湖边 但是火箭必须要清完所有的红球才有可能逆卷 这一根是来选择四个红球下方的一颗 非常考验准度啊 好球没有问题 哎 这根走位白球是蹭到了红球 看了下足球应该是没有机会吧 哇 这是把白球王带口推吗 不会吧 真的是意高人胆大 奇思妙想 竟然利用带脚做成了超级斯诺克 这一想法真的是太绝了 塞比都惊呆了 心想怎么会有这样的操作 这也太不尊重人了吧 这一杆截球难度非常的大 左侧的三个红球看不到 而右侧的红球是被篮球挡住了 擦着红球而过 没有截到 火箭没有进攻机会 还是选择让塞比继续来截 还是同样的线路 没有截到 这一杆确实非常难截啊 就算截到的话很有可能会漏球 看一下塞比第三杆截球 好球 终于是截到了 但是红球直接是漏球了 塞比这杆亏大了 观众们也是为火箭加油 看一下这杆能否开出下方的红球 虽然是开刀了 但是红球并没有开出机会啊 火箭也是非常的无奈 哇 选择了翻带 文汇一把居然是翻筋了 太强了 塞比彻底是看呆了 小球正好是交到了右侧的红球 火箭换成了左手 没有问题 火箭在大型赛事决赛的关键局 居然敢这样打 真的是有非常强大的心态啊 漂亮 这跟走位竟故事首百位啊 贴边红球非常的考验准度 真的是太准了 打的是非常轻松 毫无压力 塞比几乎是紧张到极点了 因为火箭只要打到咖啡球 就能完成超分 单球角度是向下 较了一个黄球远距离 导播也是把镜头 多次切到了塞比的表情 塞比真的是太紧张了 不会吧 黄球居然是没有打进 这杆事物会不会成为 整场比赛的转折点 现场观众几乎声不断 太刺激了 这根运气非常不错 竟然是坐上了斯诺克 漂亮 塞比这杆解球 竟然身上了反座 剧情真的是不断的反转啊 好球选择扎杆成功截到 抬一下白球 塞比不停地敲住了台面 是一好球 因为这杆又反座了 这对决真的是神仙打架 太精彩了 不愧为十四级的对决 塞比彻底是崩溃了 竟然把巧克风放在嘴里 这杆解球难度也是非常大 而且黄球是贴着黑球 这杆线路需要避开下方的黑球 如果碰到黑球 很有可能会露惊会 如果碰不到 很有可能会自由球 塞比还在考虑 选择打理解球 成功解道 但是黄球依然是露球了 感觉塞比心都碎了 这杆交位绿球还是非常的关键 白球位置非常的尴尬 火箭这是选择左手来薄吗 没有打进打后了 竟然也露球了 剧情真的是大反转啊 塞比的机会来了 但是火箭丝毫没有看到任何压力 真的是大场面球员啊 塞比必须要清台才能逆转这局 彩球都在点位 没有任何难度 看得出塞比内心非常的狂喜啊 没有问题 塞比最终完成了逆转 真的是一波三折啊